河北燕郊爆炸后,当地公安驱赶中共央视记者被舆论聚焦。 网传广州中洛潭镇失火,去采访的广东省台记者也被公安轰走。 网友嘲讽全国维稳一盘起。 3月12日,网传视频显示,广州市白云区中洛潭镇一家气配厂的仓库失火。 现场大火熊熊,黑烟滚滚。 当地消防通报,于当天上午8时左右接到中洛潭镇梅田尚村青年路一单层气配仓库发生火灾的警报。 通报没有说明是哪家气配厂,只强调有序灭火,暂无人员受伤和被困情况云云。 当地媒体也只有广东官方的南方报系报道此事,报道基本上只提官方通报。 事实上,中共官方的灾情通报常被怀疑造假,可信堵存疑。 当天晚些时候,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失火地点周边已设置公安港哨驱赶前来采访的记者。 视频中,火点周围听着消防车明火已经熄灭,但仍有烟雾冒出。 港哨的公安一边喊着不要拍照,一边驱赶记者和助手。 记者们最终被赶走。 视频拍摄者说,3月12号,广州市白云区白中洛潭镇顶呱呱契配场仓库发生火灾。 随后,广东电视台记者以及其他媒体记者去现场采访时,被广州市白云区白中洛潭镇治安联防驱赶。 网民评论,中共政权风雨飘摇,维稳已经陷入疯狂。 3月15日晚间,重庆庆丰都县三建乡突发山火,火势凶猛,火光硬红夜空,沿山极限蔓延。 终胜建材市场,一场大火,从两点多烧到现在,烧了五六个小时,一栋大楼都烧没了。 全都烧完了,里面有没有住人啊? 不可以死,不可以死。 我设施做得很好的,我设施是看两座,别人来过的方法设施。 3月15号,这边是烧的。 这个烧的不行,烧的不少。 3月15日,郑州二七区一幼儿园起火,火势凶猛,伤忙情况不明。 南浦大桥转圈位置,户车,吃土着火了。 上海南浦大桥上,货车烧起来了。 3月15日晚,上海南浦大桥下扎道,一辆集装箱货柜大货车突然自燃。 据视频者称是国产品牌立方货车,开着开着燃起了大火。 起初,货车停在中间的车道,其他汽车纷纷在燃烧的货车两侧继续通行。 后来整个车道被封,造成道路拥堵,车头烧毁。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不受财团,正当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或者想要愉强愉乐,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定报转线0800-566-688。